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精華 我是老頭Old Man 耶,我們好久沒有回來啦 那經過了這...一次次的更新改版之後呢 官方呢,果不其然出了一張新的地圖 其實我是蠻意外的啦 因為我不知道他要出這張新地圖 叫做先進傳說地圖 那這張地圖其實早期老頭就已經有看過了 也是有覺得這張地圖真的做得非常的漂亮 沒想到居然又被官方給看中了 所以說他現在變成官方的... 官方的DLC 免費DLC 那這免費DLC呢,跟The Center一樣啊 都是原先都是原本的作者所做出來的 然後呢,被官方看中全部都拿來上架這樣子 那這一次呢,這個先進傳說模組呢 其實也是蠻特別的是他多了一些 該地圖才會出現的生物 最出名的應該就是十九獸格里芬了 那這個還有多一些冰龍啊 冰龍啊,龍岩巨人啊 然後還有一隻叫什麼來著的,忘記了 總而言之那張地圖裡面獨特的物種 只有那張地圖才會有 不過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呢 不久的將來呢 這個東西一定會變成...變模組化 也就是說呢,早期我們之前玩焦土大陸 是不是只有那個地圖可以玩嘛對不對 現階段變成是說...不是現階段 是之後就變成說又靠模組的方式 才有辦法把焦土大陸該有的恐龍 帶到你想要的地圖裡面去 好不好 那我既然講了這麼多 那...今天我們很簡單 不用講了 就是我們要來稍微召喚一下我們的格里芬 四舊獸 那我個人是覺得他蠻特別的 那基本上他在新地圖才有辦法遇得到 我們現在只能沿用舊地圖來召喚他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新地圖要重新開始 非常的困難 而且呢,他出了這張新地圖之後呢 打亂我想要出方舟系列的節奏 我本來是打算要開一個暑假的長期方舟直播 然後配合神奇寶貝模組 有考慮啦 有打算 結果他突然出了這張新地圖 讓我又想要去做別的事情了 你知道嗎 又讓我要重新再去思考一下 我到底該...如何做這個方舟的一些系列 好啦,反正呢 這到時候我自己私底下再思考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來抓這個思舊獸葛里芬齁 那這思舊獸葛里芬的話呢 基本上他是可以馴服的 然後不需要安 只要馴服他 暈眩即暈的方式 我們拿我們這個超強麻醉針 應該是有辦法馴服啦 那一定會有人說 那我們這個遇到葛里芬的話呢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抓取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齁 補抓房 我已經在那邊很早之前 就有在那邊蓋過一棟房子了 各位稍微看一下 這個不要理他 這是屍體 各位看見了沒有 各位看見這個東西了沒有 這個應該是老頭第一季的42級吧 還是45級 抓那個西方飛龍的時候 用的這個捕捉器 如果有看過我第一季的兄弟們 一定知道這是什麼 已經非常的眼熟了吧 這根本是時代的 時代的眼淚阿 根本是遺產阿 這棟房子已經不屬於我了 然後呢 就不能使用不能把門關起來了有沒有 還記得以前我坐在這個長影上面嗎 讓我感覺有回到家鄉的感覺 我記得當時我是坐在這裡 看這個地方的 那時候我是拿來抓西方飛龍嘛 沒有記錯事 但是那時候是可以關門的 現在不能關了 因為身份不對了 過去的我已經不見了 現在是新的我這樣子 不過還是可以沿用啦 如果真的想要自己一個人 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抓取的話呢 個人是蠻推薦 像我蓋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一套流程很簡單 總而言之 你先把你的施救獸引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呢 他進來了之後有沒有 趕快從這邊繞出去 繞出去之後趕快跑到底 然後把門關起來 或者是說跑到這邊來 直接從這邊出去最快了 他飛進來之後呢 你也可以直接很溜的 就是一飛進來用跑的 按一下 按一下關門之後趕快跳出去 他就被困在裡面了 好不好 那這個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捕捉方式 單人捕捉的話 這樣是非常的方便 GO 十九獸來了 十九獸來了 先對他開個一槍 他會不會攻擊我 他攻擊我了 他攻擊我了 我們把他帶進去 就像這個樣子 他現在來了 他現在來了 有沒有他進來了 然後我們趕快出來 我們趕快出來 他就被困在裡面了有沒有 笨蛋 是不是 以前我也是這樣抓西方飛龍的啊 有沒有 他開始 他飛走了 因為我門沒有關 我的門沒有辦法關 欸你是要去哪裡啊 大哥 回來啊 回頭是岸啊 我們的格里芬就這樣去了 抱歉 我的示範太過於湧藏了 他被嚇跑了 好 來來來 回來抓我快點 look at me senpai 抓我 senpai senpai 不要啊 senpai 你在哪裡 中了中了中了 嫩 他還咬我的那一隻嗎 慢慢咬吧 慢慢咬你就慢慢咬 來 當我的後盾 加油加油你行弟 我們趕快暈了他 他搞不定又要跑了吧 他卡在那裡 跟白癡一樣 射他的腳 呃 這個位置非常的beautiful 來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慢慢抓他 抓到我爽為止 他要逃跑了 別跑啊 別跑啊 我剩下23隻啊 你這樣對嗎 完了 有點難打 不是我要講 抱歉射歪了 多忍耐一下我們拉根廷 你的血很多 可以跟他慢慢耗的 你放心 他居然咬到我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再補個一件 差不多了啦 要是能夠再一發帶是最好啦 我等他回頭 有了 看我按錯肩 開始會攻擊人了欸 好就這樣子 非常好 早知道剛開始就這麼做了 好 抓到了 待會再把你帶回來 我們拉根廷 再一件再一件再一件 水啦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暈了有沒有 Fire 好我們終於抓到他了 氣死我的毛了 您知道我搞你搞得好辛苦啊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 餵他吃一下 讓他馬上肚子餓 不用等那麼久 這傢伙吃魚肉可以嗎 可以 這傢伙也課魚肉啦 不如直接他吃大腿肉算了 欸我沒有大腿肉欸 天啊 我居然沒有大腿肉 一般的肉他吃嗎 一般的肉好像還反而還價比較多欸 等下把他馴服起來之後 我們把他帶回去我們阿根廷在那裡 有點遠 沒關係慢慢來 其實呢他跟阿根廷的比較的話 阿根廷是速度比較慢 他速度比較快 那整體數值跟阿根廷差不多 可以直接上來有沒有 然後因為是負重的關係 我們稍微點一下負重 好了 我怎麼不能動 好可以動了可以動了 Wiii 我們先把這隻阿根廷送回家 我們再慢慢的調教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施救獸 好不好 來 大平地 阿包先換錯了 這樣沒有傳到 再一次 我的老毛兵又犯了 欸 滑鼠在哪裡 找到了 有嗎 有嗎 有 Woo 往下飛有沒有 這個 往下飛的速度是要夠快的阿 哇哇哇哇 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 點一下攻擊力阿 不然我施救獸會死阿 欸我施救獸會死阿 太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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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救獸你不能死阿 施救獸 喔實在太危險了 多點一下攻擊力保身一下好了 我的天阿 哇攻擊力瘦高的 我好像沒有設計什麼 我好像沒有去裝那個回血的NOD阿 整這樣子阿 靠著半血在飛 先讓你們看一下四舊獸本身的樣貌好了 那時候他亂飛可能你們沒有辦法看清楚 現在讓你們看一下 雖然他有點殘血了 好不好這就是咱們四舊獸的樣子 格里芬 就是獅子腳的 就是老鷹跟這個獅子的合體 好不好 施救獸 然後呢他的特殊才能就是呢 他往下飛的時候會非常快 就像這個樣子阿 往下的時候速度特快阿 然後右鍵好像是抓取什麼東西之類的 右鍵其實功能不太了解 好像也不是拿來抓敵人 因為我那時候在抓敵人也沒有顯示任何傷害 就很奇怪 好不好 然後呢很 很容易耗體力 他這隻體力很快就耗完了 要10不50要吃肉阿 還蠻麻煩的 有沒有 格里芬長這個樣子 是不是 來來來 非輔衝有沒有攻擊阿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輔衝有沒有攻擊 我們現在稍微回一下體力 我們現在體力只有362而已 回太慢了 然後呢 一樣不能點移動速度阿 這都被限制住了 體力也是被限制住了 我們要稍微等一下 等他滿 我們等一下來輔衝一下 看一下前面輔衝那隻前面的孔 那個 劍齒虎 看有沒有辦法造成傷害 來來來 上來一下 輔衝 剛剛是我按左鍵阿抱歉 其實不是輔衝傷害 左鍵 右鍵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批用耶 你要說是抓取嗎 感覺也抓不到什麼東西阿 他又沒體力了 哈哈哈哈 抓不出個所以然阿 有點莫名其妙阿 阿 我們的石舊獸 把我們石舊獸帶回家好了 讓我們的蓬蓬幫他補個血 好不好 不好看阿 血量價還蠻可憐的阿 來 過來 蓬蓬你在哪裡阿 蓬蓬 蓬蓬來了 需要幫點忙阿 蓬蓬幫他補一下 這是有補還是沒補阿 來 過來一點 過來一點 蓬蓬是不是沒有肉了 蓬蓬 蓬蓬 還有大腿肉阿 蓬蓬 蓬蓬阿 補血阿 蓬蓬 對 就是這樣 補的是有點慢阿 還是依照保持度的問題 果然是依照保持度的問題 欸 為什麼你要飛走 你為什麼要選擇離開我呢 你要去哪裡 你為什麼那麼想不開 請你停止 我沒有給他開那個巡邏 巡邏模式阿 他在那邊飛什麼東西阿 阿 幫你補血不好嗎 在那邊 豪翔天際 青蛙 哼 沒體力 哈哈哈 他也就只有俯衝帥而已阿 你還能幹嘛阿 阿 振重一點阿 你只有俯衝帥氣而已 有什麼屁用 喔 我感覺到了 我感覺到那個威力了 原來是這樣運作的阿 俯衝攻擊一萬九 剛剛你們有沒有看到 太扯了 這真的太扯了 我剛剛到底怎麼辦到的 我剛剛到底怎麼辦到的 我知道等體力回滿再來一次了 哈哈哈哈 先把他們都弄死阿 嘖 我剛剛到底怎麼辦到的阿 What the hell 等一下體力 快點 趕快把你的體力 該死的體力回滿齁 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阿 哈 87 好了 差不多了 剛剛到底怎麼用的阿 從高處俯衝之後 嘖 不行 不行 這個實在是太短了 我們要飛高一點 我們要飛高一點 好 就是現在 壓 喔 俯衝之後跑更快耶 那停了 那一萬九到底怎麼辦到的阿 可惡 我不相信我還要再試一次 是 耶 喔 喔 喔 齁齁齁 真正的傷害就是這樣來啦 可是這樣很難抓的準耶 好多鱷魚喔 趁現在 阿為什麼沒傷害 大哥 你這樣對我對嗎 為什麼沒傷害 這個判定到底怎麼做的 這麼多鱷魚給你抓,你不要 AOE 降落之後按個左鍵傷害更顯著啊 感覺好像是從天而降之後要加個左鍵傷害才行 那我加右鍵呢 加右鍵 馬上軟掉 還是說我沒有開PVE抓取,所以沒有辦法抓東西啊 因為之前更新的時候把預設值好像都改掉了 就是那個PVE抓取啊,什麼之類的東西都弄掉了 所以說我現在沒辦法抓,但實際上他可以抓是吧 沒關係,我們再做最後一個俯衝測試 我們剛剛吸引出那麼多鱷魚 對不對,我們現在的體力正在回復當中 好,來的 再試一次我們左鍵攻擊 我們從最高的地方降落看一次性的傷害到底多大喔 好,我們飛高一點 這是最後的測試了 敵人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 看到那隻巨蟹了沒有 巨蟹我來啦 Yeah 一萬九 Oh my god 喔喔,野豬了野豬了 好好玩喔這樣子 其實這樣還蠻帥的 尤其是你在玩PVP的時候 看到遠方的敵人就來個俯衝攻擊 對方還不死 也半條命了 我們再看有沒有什麼獵物可以玩 首先我們還是要飛高一點 他好像有距離判定 你越遠你傷害越高 剛剛打7000多馬,這次打一萬九 那是很恐怖 如果我再頂個攻擊力呢,會不會更高 把他全部投資到攻擊力去好了 是不是 來來來,我們再來玩一次齁 敵人在哪裡,絕對難不倒你 我看不見敵人了 他難倒我了 我被難倒了 我被難倒了 左劍 不管了 只打了樹枝 呵呵呵 我不管 我一定 喔,我看到一隻巨蟹了 唉唷,有一隻野豬了在後面 蠢蠢欲動 盒子野豬了 咬屁咬喔 你看,笨屎了 小笨狗 好,我們稍微恢復一下體力 又是恢復體力的節奏阿 是不是 你會不會叫阿 暗息劍沒屁用 他不會叫 好了 我們已經準備好那隻巨蟹鎖定目標了 我們往上飛 經過我們這個 點高攻擊力之後呢 這個俯衝我們看一下傷害喔 好,大概是這個距離 可以的 巨蟹在哪裡 看見巨蟹了 絕對難不倒你 兩萬九 可能巨蟹腳開開 絕頂升天 想要被我頂一下嗎 來,請排隊 想被我頂的人多的呢 你絕對不會是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好吧 這就是咱們的施救手 阿為什麼我們泰坦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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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的誰死掉了 我的誰死了 哪裡咧 我們的什麼恐龍死掉 為什麼我都沒有察覺呢 算了 不管了 死掉就算了 好啦 算了,今天就先到這裡啦 這就是咱們的施救獸 這個只有在新的地圖才會遇得到的 那相信不久的將來呢 一定會有模組有辦法把它搬出來放在你們想要的地圖上面 給你們看一下 這麼的可愛乖巧 眼睛這麼大一律 這樣子看你 看的就是 心慌慌這樣子 那如果呢 這個 有機會呢 我可能會玩那個先進傳說地圖啦 好不好 因為 畢竟是新地圖 新的體驗 新的冒險 你看 這官方一個突如其來的更新 又讓我打亂了我拍幫助的節奏有點麻煩 算了 沒關係 學生天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進化再見啦 掰掰